每到年底,很多人都在这一段时期想要买新衣服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网购越来越难买衣服了 其实网购衣服有很多的陷阱,比如说这九个 1.网上购物的四个网图套路 1.模特图氛围感太强 现在很多模特图的氛围感都特别强 各种光线、场景、外加滤镜、P图等 让你觉得这件衣服非常好看 尤其是这种小碎花设计款式 模特图让你感觉非常有法式的浪漫感 但实际自己穿上身,这个人看上去却是满满的乡吐气息感 针对这种情况,一定多看真实的买家秀 他们之间可能并不单单只是换了一个滤镜 2.无全方位展示图 如果你遇到那种模特图是各种摆造型 像坐着的、蹲着的、站直了却用各种姿势来遮掩 就是不好好站着的 那这件衣服的采雷率就相当大 因为模特都是用各种姿势来遮掩衣服的缺陷 真实的买家秀可能会令人非常失望 对比这一组穿搭就能够很明白 其实一件好的衣服或是一家好的店铺 假之的雷区 不仅不时髦,反而显得腹气突兀 因此在搭配度还需要斟酌一下 如果只是光腿穿好看 而用其他服装搭配不出来的话 那买回来也是一件闲制品 4.风格太混乱 像很多店铺所展现出来的风格非常混乱 及其当下所有流行的风格 如果遇到了这种店铺要擦亮眼睛 因为很可能是代发货的店铺 品控和售后都没有保障 一般来说好一点的店铺 它的风格都比较统一 这样的店铺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一些 2.网上购物的五个常见套路 1.评论没有参考价值 比如说好评 很多服装的好评度 都是靠一定手段刷上来的 有时候字都不带换的 更甚至是其他非常精秀的图片 如果真实的买家秀图片比较多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2.尺码不准 很多模特穿看着版型很好看 很高级 而且你会发现 大多数打着微胖版型的服装 都是由一些很瘦很瘦的模特穿的 也行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用夹子修饰过的效果 因此想要买到合适的尺码 一定要熟知自己的具体尺码 3.推荐风格太单一 不得不说现在的大数据很方便 但确实有时候也很鸡肋 因为你会发现 浏览的时候 平台来来回回推荐的 都是那些款式 而且有的标题与款式 根本对不上 这里有个推荐方法 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条 比较优雅知性的裤子 那我们可以尝试选择搜索 真枝连衣裙 看到不错的款式就直接点进店铺看看 或许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风格的服装 4.质量和价格不符 网上买衣服的很难判断衣服质量的好坏 很多服装好看是好看 但是买回来的质量和价格却是严重不符的 这种超溢价的现象还出现在一些网红店 甚至是很多打着原创品牌的店 这也就导致了 明明和几年前买衣服的材质都一样 价格却翻了好几倍 5.定价太乱 随便一件衣服 从几十到几百 甚至几千不等 有时候质量相差很大 但有时候又会发现 它们就是同源货 这大大增加了大家网购的难度 想要避免被割韭菜 最重要的还是要擦亮眼睛 除了大牌明星同款之类的 还有很多小众性价比高的衣服 好了 本期结束 别忘记三连呀